7月7號國民黨要辦一個 反鐵龍公投凱盜大會司 本來內定的主持人 是洪孟凱跟王玉銘 結果據說郭台銘陣營那邊 有意見說這兩個人不行 這兩個人可能當主持人 會給我 所以把他換掉了 理由是什麼 一個是洪孟凱 可能是長期支持韓國瑜 王玉銘可能是朱立倫的子弟兵 這兩個都跟 郭董的競爭對手有關係 所以都不能用 這樣子就要換主持人 不就也只是個主持而已嗎 國民黨擺來對外宣稱是說 因為他們行程安排不過來 結果早上馬上就有人 去問王玉銘跟洪孟凱 兩個人說我剛才知道這件事 所以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被換掉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行程原來這麼忙 這個有的時候 當國民黨發言人真的不容易 國董同意也換了誰 換了歐陽龍 歐陽龍 大家很簡單 他當時 國董拿榮譽黨員證的時候 他說無庸置疑 還連回三次 當然這是他黨發言人 他白就要這樣講 對 江明清他當時有講過 韓國瑜發大財停留在口號 郭台銘才是發大財的實踐者 所以他很明顯是挺郭的 對不對 鄭麗文 我們大家也知道 麗文之前不是有在廣播的時候 不曉得被人家透露到 我先跟趙先生講一下 我介紹你過去 所以他顯然至少 看起來也是比較偏向郭台銘的 萬美玲跟魯明澤這兩位 都是桃園市議員 但是郭董跟桃園地方人是參叙 跟民意代表座談的時候 這兩個人都到場 所以這兩個人看起來 也是郭董的支持者 所以一定要全部都換上 郭董的支持者 郭董才會安心就是了 然後逼的吳主席 今天終於跳出來講話 他說我從政四十多年 擔任黨主席一職 一定要保持公正公平 不可能為任何候選人 做不公不義的事情 我不會留下醜陋的歷史紀錄 請吳主席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換主持人 這不是很奇怪嗎 這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尤其是郭董想有多少特權 他第一個用榮譽黨員 可以直接參選就算了 然後他公約不簽 你們還不是知道 讓他參加初選 然後在你們國民黨辦的 願景發表會上面 他直接講說你們國民黨 他到底是哪一國的黨員 他明明是代表國民黨要選 然後現在又嗆 我百分之99.999會過初選 所以4500萬真的很好用 4500萬就把國民黨買下來了嗎 難道總統位子 你也可以用買了嗎 但是今天郭董他南下 據說一手集團林一手 就幫他辦了一個 這個所謂的經濟 這樣的一個類似論壇 然後結果郭董在台上 拚命不斷開支票 開了很多 然後演講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然後甚至還承諾說 以後一個月會在高雄待一天 然後台上氣氛看起來 很熱鬧 你看 台下這樣康康 看到沒有 前面前排這邊位置人都沒有 沒有人 但更詭異的就是主持人是陸淑美 我們的副議長 陸淑美還說 感謝支持者熱烈響應 今天到場人好多 害很多郭粉梅椅子坐 只能在旁邊聽郭董講話 你是哪隻眼睛看到 人家人明明就空空的 所以立剛我現在發覺 我業障真的很重 每次人家看到人我都看不到 我真的要去檢查一下眼睛 我真的應該要戴眼鏡了 據說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當時郭台銘早上7點 就有Call 林一首說 幫我動員一下 結果林一首就找了500人力挺 你知道這種被動員來的 通常就有一種情況 就是時間到了我要回家 本來就是這樣子 因為是動員來的 所以誰叫你郭董 一講就講一個小時誰坐得住 所以人家就紛紛就跑 當然事實是怎麼樣 只有郭董自己心裡清楚 但是現在很多人說 郭董叫假大空小 為什麼叫假大空小 因為郭董的有一些話 讓大家有點聽不太懂 我是希望韓市長留在高雄 不能只有賣芭樂 因為芭樂不夠 到後我有到高雄要去給他投資 就全世界最好的高速預算中心 那個才會賺大錢 我要跟他講約動土的時間 我約7月7號要來動土 他沒有時間太擔心 我再約時間 我今天會打電話跟他約時間 因為他今天沒有花很多時間太高興 所以我要找時間蓋工廠找工業區 就找不到他 做一個總統 不可能 不可能 一禮拜三天的高雄 就不可能 我如果做總統 我 可能一禮拜 一禮拜 兩禮拜 我會再說我 我去美國 帶大家去美國抽電話 我 我一個月 兩個月 在裡面白宮一次 跟他們談MTA 開空頭支票誰不會 把年輕人騙到手再說 比如說他的所謂的假 他21歲的時候 就很多美國州長 要給他美國綠卡 這個聽起來真的是很猛 美國的州長都是有先見之名 早就知道他後來會發 1974年民進黨都還沒成立 他太太就全家都是深綠 這個真的非常厲害 還沒有民進黨就已經有深綠 所以他們也預言了民進黨 將來會興起 而且一定是用綠色的 所以這個預言能力 都讓我們非常驚訝 但他說一個東西更奇怪 他說我跟韓市長 約動土的時間 7月7號他說沒時間 因為他現在 沒有花很多時間在高雄 所以我要找個時間 蓋工廠 找工業區 都找不到他 韓國瑜這麼難找 他都不在高雄嗎 為什麼記者都找到他 我也覺得很奇怪 對 每天都在跟著他到處跑 所以我覺得郭董 但郭董卻看不到 郭董可能跟我一樣 業障也很重 就是看不到韓國瑜 所有人都看到 結果他看不見了 這不然的話你怎麼去解釋 韓國瑜手機他有 樓獎我也有 你就打個電話 他也許現在正在忙 他等一下會回你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就不懂 郭董幕僚這麼多 連找個高雄市長都找不到 又不是叫你找逃犯 通緝犯 逃犯真的還難找了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明明你看所有記者看到 光之窮頂 反毒四肆 韓國瑜 愛與關懷 像毒品 懸在人家明明在這 然後新加坡Fair Prize 萬川商行拜會 韓國瑜熱情歡迎 這新聞都爆了 他不是就在這嗎 然後今天到下午 不是進下雨到視察 自嘴要對增下藥 那不是都有嗎 奇怪 為什麼郭董就找不到 當然郭董的大也說得很多 比如說他今天就講 我如果做總統 一個月有兩個禮拜 我會跑到國外 為什麼 我要帶大家去美國搶訂單 一兩個月要在白宮一次 跟他們談FTA Are you sure 第一個 他講說 一個月有兩個禮拜要在國外 一年365天 你大概一半 180天在國外 當他總統居然有一半時間 不在台灣 然後你確定能夠進白宮 你確定能夠跟美國談FTA 郭董講的有一些話 真的很有趣 他說高雄的香腸賣到花蓮 沒有用 我要到美國去 像韓國瑜與美國簽FTA 這樣將來高雄的香腸 可以賣到美國了嗎 美國人會吃高雄的香腸 你確定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滿詭異的 然後Lamingo桃園 現在傳出來說 老闆可能撐不下去了 希望有人來接手 郭董也告訴我們說 他安排下坦之後 而且他馬上明天就要去看 Lamingo的比賽 當然郭董願意配合 願意去牽線是很好 但是問題是 郭董過去黃牛這麼多次 我實在對他 沒有什麼太大的信心 比如說投資威智康新中 這麼大的一件事情 還是跟川普承諾的 後來承諾的 還不是一樣沒兌現 失信於美國總統 川普他都敢黃牛了 他還有誰不敢黃牛的 所以鴻海股價200塊 郭董跟老伯伯喊話 你活到100歲就看得到 這剛好而已 老伯伯現在可能還不到100歲 所以老伯伯你繼續等 所以你還得要健康才行 對 也許100歲那天 你就真的可以看到 這個我永遠也不會知道 但是我覺得郭董很有趣的就是 郭董現在對中天 大概是充滿了恨意 所以他說 郭旺中你會執行假摔乳鍋計畫 郭台銘宣布 不再接受 旺中媒體集團訪問 我覺得你不願意接受 旺中媒體集團訪問OK 反正你過去也不願意接受 也不是現在不願意接受 問題這個假摔乳鍋計畫在哪裡 到現在證據在什麼地方 我們都看不見 但更詭異的就是 連國政願警發表會 他都說 中天的記者不可以進來 為什麼 我老實講這不是你郭台銘 個人的發表會 這是國民黨辦的發表會 你憑什麼要求這樣做 所以他現在有一些動作 真的是讓我們覺得 很詭異的 他連記者都不讓你進來 然後他好像生怕 你們記者會設計他 因為最後一場是你們中天辦的 對不對 所以你們中天好像 他進來就開始出出提防 因為那個地方也不是你們中天 那是台大國際會議中心 結果他停車場進會場 就已經開始避開記者 所有人都從大門進來 他要從停車場進來 所以他是不是擔心你們中天 要設計他 我想你們中天敢這樣對郭董嗎 我不敢 我看你們膽子應該沒那麼大 但郭董顯然很怕 所以他自己租了會議室 你知道嗎 他已經從停車場進來 就自己租用會議室 中天幫他準備休息 他不敢去 連吳丁毅主席一開始找不到人 都很緊張 這很嚇人 他嚇人可不可以按死 對啊 甚至我跟你講 連你們幫他準備了電箱 他都不敢用 你知道 因為他可能怕遇到 接下來這個情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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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 郭董很有錢 他身家2000億 他一年孔愷 股價一年可以賺50幾億 對 所以他當然非常非常有錢 現在這個廣告 是鋪天蓋地的打 你看公車廣告 什麼明信片 什麼東西一大堆 電視廣告也在打 電話廣告也一直在漏 可是問題是 你看這這麼多一大堆的廣告 你有沒有看到上面 有國民黨黨會 好像沒看到 好像沒看到對不對 沒有看到 你再對照一下 他在國政院警發表會的時候 他講說你們國民黨 那就表示他到現在 可能根本不認為 他自己是國民黨的 所以接下來萬一初選他沒過的話 他會不會脫黨參選 對 其實很多人會擔心這個東西對不對 但是最近有一個人出現 就是我們很久不見的韓濱 韓濱不是我 另外一個 然後那個韓濱他從加拿大回來了 大家想說 他是不是來幫他爸爸輔選 結果韓國瑜說 你們大家不要誤會 他不可能來輔選 因為韓濱當初為什麼 就回去加拿大讀書 因為當時不是有一些 威脅他的一些訊息產生嗎 韓國瑜也說 他不會來去輔選 因為怕又成為攻擊的目標 但是在台灣 你選舉選到變成這樣一個狀況 不會讓大家覺得還滿悲慘 現在國民黨的民調的機制 已經要開始準備啟動了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 所有的這些從電腦上面 看到網路上面 報紙 媒體 雜誌 YouTuber 所有的訊息 甚至連公車上面 都有許許多多 郭台銘的廣告到是宣傳 每個人張開眼睛 到處一看都是看到郭台銘 但唯一沒看到什麼 郭台銘旁邊居然都沒有任何 國民黨的黨規 但現在這時候 郭董他是不是認為說 如果說韓國瑜真的做得掉了 做不掉的話 我乾脆把整鍋都給砸掉了 事實上 郭董他想不想 您為欲稅 不求瓦全 他是 的確他想 除非 好 除非 初選是他贏了 他既要瓦全 也要欲全 所以呢 郭董他為了這一次的選舉 他已經投下了不少的精力 也投下了不少的資源 當然 鈔票也投了不少 然而他為什麼他會對國民黨這樣 就我所知 郭董他有三個心結很難打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對你國民黨有恩 從蔡英文執政以來 當國民黨發不出薪水的時候 對不起 你都找誰周轉 歷任黨主席 兩任黨主席 你都找誰周轉 都找我郭台銘 我對你國民黨是有恩 第二個 郭台銘認為 如果沒有我鴻海的郭台銘的話 你國民黨老早你就關門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對國民黨的不假辭色 還有第三個 他等於認為自己已經把國民黨併購了 沒有 除了這個以外 那你更重要的一點 是你們國民黨拱我出來選舉的 為什麼今天你非要搞成這個樣子 明明就是我 又是你們拱我 那現在叫我去跟韓國瑜對打 叫我去跟朱立倫對打 這個無疑讓我降格以求 所謂降格以求就是郭董他自己說的 就是說他認為他現在幾乎是等於降格以求 他本來是國民黨精英高層當中的鼠疫 最好的第一人選 現在我幹嘛跌落凡城跟你們一道選 這個是郭總的心態 他自己他必須他要調次 所以我們現在看得到 凡是願意跟他合作的 他都笑嘻嘻的 不願意跟他合作的 兩個 你不單是那個韓國瑜 我再講一個朱立倫 他這樣子講朱立倫 各位去看 你國政政見發表會的時候 他這樣子可以直接了當的 去對朱立倫講這一些話 他就證明了你國民黨這兩個人 不是我的對手 換句話說 今天郭董他把初選當做大選來打 我現在告訴各位 除了你剛剛念的那些以外 對不起 國民黨的民調 國民黨的民調你要拿到 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你不是選那個黨主席 過去洪秀柱跟吳伯公在競選的時候 洪秀柱根本拿不到民調 然後洪秀柱雖然他當選了 國民黨的黨主席 但是民調未必他還拿得到 那請問郭董為什麼拿得到 那郭董非但他能夠拿到 況且郭董他很厲害 他寫的是中國國民黨 但是我們都接過 中國國民黨的信函 上面都有黨徽的 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 那一張信函 那我經常收到 那上面都有黨徽的 但是郭董用中國國民黨 你有沒有黨徽 沒有 好 那你不要黨徽 那你用國徽可不可以 國徽那也沒有 那換句話說 他只把國民黨當作一個工具人 你們只要支持我 我來選那個總統那就很可以了 但是當這個工具人 有自我意識的時候 或者是自有想法的時候 那郭董他絕對不認帳 所以我現在擔心 因為外界已經在盛傳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 但是如果是誤差範圍以內的話 會怎麼樣 郭董會不會成為 國民黨的第二組人馬 蔡英文在等著看 柯文哲也在等著看 我們看到現在這時候 郭董他現在因為民調 一直趕不上韓國瑜 可是他自己卻喊著說 我有99.99% 會過初選這一關 可是王進平就說 這個初選 現在看起來有點奇奇怪怪的 但是吳敦毅自己說 他不會這樣子 在歷史定位上 留下醜陋的紀錄 可是以民進黨 蔡英文贏賴清德這個模式看下來 成王敗寇 到時候事後怎麼解釋 好像都可以 民進黨說實在 也希望國民黨趕快塵埃落定 我們現在不知道要怎麼 你才知道敵人是誰 對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打 你知道嗎 是要打鍋 要打韓 打豬 沒有玩弄了 全部通通打 很累 你知道嗎 這很累 因為每個人的形狀都不太一樣 可是你們現在在隔岸關虎鬥 當然我們現在是輕鬆一點 一開始我們是打韓 那打韓是愛韓 就是讓韓的這個 你是公王世間 是 現在如果轉來打鍋的話 你們就要擔心 就是所謂的藍色支持者 對我們所打這個對象的支持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本來就是藍綠的一個 很奇怪的一個命運共同體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韓國瑜面對的郭台銘 確實是一個不可捉摸的一個對手 他說他有99.999% 這個話我曾經在他當初去併購 日本那個shop的時候 他也談過 他也談過 所以他這個人 大概講大話已經習慣了 商業上你或許要加 因為當初併購那個shop是 史上很高的一個併購的價錢 他是為了一個策略的一個佈局 初選不是你用錢可以去搞定的 你不是說你花比人家更多的錢 你初選就一定會過 而且民進黨的支持者 說去挺你 也不一定真的能夠反映在 民調上面 什麼時候會 我們會有一個風向的改變 也不知道 至少我個人 還是祝國民黨能夠平平安安的 把這個初選辦好 你看你們7月7號 都不一定過得了 不要說7月8號以後的初選 7月7號都炒成那個樣子 我也不知道怎麼樣 幫你們當核四老 不會大團結 不要煩惱 謝謝您的關係 因為這個政黨政治很好玩 政黨政治就是 國民黨太弱的時候 民進黨就會驕傲 所以軍事的臉現在有點驕傲 這樣子不好 民進黨弱的時候 國民黨也是很驕傲 所以你看民進黨在2018年 被打趴在地上的時候 就出現你們這個亂象 沒有2018 那時候民進了家務病房 這個不是我們故意的 對 2018如果民進黨沒有搭敗 今天你們的局 怎麼會這麼亂